马路上车来车往 却有女子走在路中央 这是昨天晚间 高雄大辽大汉路上 这名长发女子 就像这样子走在车道的中央 而当时后方 还跟着一辆自小科车慢慢开 看起来像是在护驾一般 疑似是情侣吵架 女生不气下车 让目击民众看到吓坏 直呼有话好好讲 看到这一幕 驾驶下道一度说不出话 长发女子是在散心吗 但走错地点这里是车道 走在路中间吓死人 女子自顾自往前 脚步不快危险慌张 不像不小心误闯 就见右侧机车行径 左侧更有预伴滚凝土车 女子完全不再孤 离奇的是 后方还有不知小客车 似乎打双黄灯 缓慢跟着 看到的人推测 该不会情侣吵架 女生街头负气下车 男生开车护驾 怂气啦 危险的行为 我们要冷静一下 比较 高雄街头车来车网 一号晚间10点20分左右 民众在大辽 大汗路上 看见女子走在路中央 两侧有车也不怕 倒是大家都替她 捏把冷汗 警方当晚货报 赶到时 人已经离开 网友好奇 什么事 吵成这样 但怎样都应该好好讲 冲动闯马路 违反倒交条例 罚500元事小 拿神明开玩笑 实在不应该 记者柯成浩 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